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代驱逐舰的排水量越来越高 有些驱逐舰的排水量已经超过一万吨 几乎赶上巡洋舰的排水量 这么大的排水量 现代驱逐舰为什么还是使用常规动力 而不是采用核动力呢 个人认为 现代大型驱逐舰不采用核动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舰用核反应堆研制生产费用惊人 目前各国核反应堆但用途分类 可以分为试验用 核点占用 核潜艇 用核舰 用四类 其中实验用核反应堆 主要集中在中美俄英法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和日德印巴异 潮伊等经济发达或意图谋取地区霸权和自保的国家使用 核电站更是遍布全球30余个国家 数量达到442个 核潜艇用核反应堆 目前只有中美俄英法五常加半调子选手印度 而本问题中的重点件用核反应堆 目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拥有相对成熟的技术 除此之外 其他国家均没有掌握相关技术 有人可能会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不就是核动力的吗 没错 戴高乐号的确是核动力的 但它的核动力是投机取巧的 法国为了节省研发成本 直接在戴高乐号上 使用凯旋级战略和潜艇的反应堆 由于水土不服戴高乐号航母的动力极差 最大时速 据说只有25节 从这一点上看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 是一个失败的产品 由于舰用核反应堆与潜艇用核反应堆 两者的工作环境差异极大 研发过程中根本不能互相参考 导致在研发时 必须一切从头开始 就算是武藏级别 的国家也要倾国之力而为之 可想而知核动力战舰的入门之难了 自然而然也就没有可能大规模装备核动力驱逐舰 第二 核动力战舰维持条件苛刻 占尽使用核动力的优点极为明显 首先 动力充沛 可以悬速无线巡航 其次 不需要保留发动机进排气系统 和燃料储存系统的空间 可以把更多的舰内空间用于 人员居住和武器装备存放 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 核反应堆周围 必须设立防辐射保护层 庞大的散热系统 高运算速度的控制计算机和全时 守候在反应堆边上的高级维护人员 这些都造成了核动力战舰在服役期间高昂的维护费用 除此之外还需要专门的维护保养场所和博平码头 作为大国主力战舰的驱逐舰 动辄十几艘甚至几十艘投入使用 如此庞大的数量和战舰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费都是一个沉重负担 第三 核动力战舰的使用价值并不高 由于战舰使用核反应堆 必然存在着严重的核泄漏危险 各国法律对核动力战舰的使用核停靠 都有着排他性的法律存在 就算核动力战舰拼搏在盟友国家的军港 也会引发强烈的民意反弹 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排驻日本也需要进行复杂的法律修改和外交卧权 如果地位平等的盟国或没有军事同盟的国家 就更不可能允许他国核动力战舰长期停靠了 一旦战时 每艘核动力战舰都相当于一个大号的原子弹 一旦踏过核动力战舰 在本国附近水域战损 将给本国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因此 核动力战舰的实际使用价值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了 第四 对于核动力来说 驱逐舰身板太小了 世界上最大的驱逐舰是美国的梦幻战舰 朱姆尔特级排水量14000多吨 中国的055型驱逐舰排水量12500吨 但这样的身板对于核动力来说还显得太小了 美国第一艘核动力巡洋舰长滩号1.8万吨排水量 最小的班布里奇号 只有8592吨排水量 但经过使用都证明没有充分发挥核动力的优势 作战性能并没有照同吨位的常规动力战舰有致的提升 反而维持费用要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战舰 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陆续将它们退出现役 前苏联时期建造的基洛夫集合动力巡洋舰高达2.8万吨级的排水量 装备290多枚个型导弹 才真正发挥了与核动力相匹配的作战性能 达到了作战性能与维持费用的最佳平衡 驱逐舰作为现今大国主力战舰 频繁出现在军事演习 军舰出访等军事活动和抢险救灾 护航等非军事行动中 而核动力战舰作为国家战略武器的组成部分 无论其装备的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 出现就意味着国家底线是大国之间战略利涉的支柱 如果驱逐渐和动力化 将无法完成现阶段各大国赋予 他们的主要使命 感谢您的必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